另外再带您看到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文化健康站部落的长辈在课程规划之下 不仅使用罗马拼音书写部落神话故事口传文化 并且也努力地画出图像也受到文化部的支持协助汇集成策 而在今天上午举行隆重的泰巴朗部落创始故事绘本的发表会 部落提劳长辈参加文件站除了关怀照顾 泰巴朗部落文件站经课程规划之下 让老人长辈要声一遍也成为了绘本作家 出书发表 泰巴朗部落其老长辈不仅用罗马拼音书写部落山海与土地等神话故事 部落的口传文化 并且也亲笔画出象征图像 堪存自己的部落族群历史文化的记录 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协助汇集成策 以泰巴朗部落创始故事绘本为书名出版发表 部落协会今天在红糯米文化馆内隆重举行了绘本发表会 部落其老长辈都感到十分有成就感 文件站居服员王淑莉说 这些都是每一位其老长辈们的生活历史故事 集结成策出版除了文化传承更是神明的记录 透过这一百多幅的话 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开创不一样的绘本 因为每年协会都希望出一本绘本来回馈部落 对 然后这次就是透过前头目王淑莉的故事 故事创作 然后再搭配文件站的长者的创作一起做结合 对 所以就统出一个很好的火花 对我们也很满意 每年部落协会为了记录并传承泰巴朗阿美族部落的语言文化 都会依照不同主题出书记录 而这一本泰巴朗部落创始故事绘本是部落的第六本书 第一版总共刷300本 协会表示将分发给参与绘本制作的部落长辈之外 也发送给学校机关作为部落文化教育的参考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